满心欢喜购买房子 装修工程却所托非援 工程只完成了一半 承包商就不知所踪 行动哪是不跌区 国会议员郭肃沁 今天陪同三名受害者 召开记者会诉说自身的经历 是的 三名投诉人 蒙受的亏损金额高达30万令吉 郭肃沁透露 类似的个案层出不穷 民众在网上找装修公司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倾信社交媒体的资料 好不容易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满怀期待准备入住 不料却因为误信网络上的装修公司 结果得不闯失 三名无意受害者今天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诉说他们的心酸事 其中一名受害者指出 他在雪兰尔布特拉高原 购入了一所牌屋 妻子之后透过社交媒体 找到了一名宣称 自己是承包商的无意男子 随后以16万令吉 聘请他为自己的新房装修 半年后却发现 房子竟然只完成了四成 录像中却发现了四成 这家庭还没有计算 在40%的情况下 祖卡南夫妇约见男子 要求他解释并退还剩余的款项 男子却一拖再拖 最后再还了1800令吉后不知所踪 事主在调查后发现 男子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手段 赚取装修费用 第二名受害者阿索莱西 则是花了近7万令吉 聘请同一名男子帮忙装修店面 没想到男子同样只完成一半的工程 阿索莱西迫不得已 只能临时找别人帮忙完成 基本设施的安装 才得意继续开门营业 然后我继续开门营业 我继续找一些小小的客户 所以我继续开门营业 所以我继续开门营业 陪同参与记者会的行动党 市部爹国会议员郭素庆表示 类似个案层出不穷 他的服务中心就接到了40宗类似投诉 尽管受害者已经报警 但警方也基于这类案件 属于民事案无法采取行动 在这条案件中心拍摄了 我们的生活方向 不停留那一条 因为他们不在收入 因为做了房子没有 我们也有很多人 在收入费购壁 所以我们的收入 割盖金是百分之百 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几百分之百 郭素庆强调单税这三名受害者 就已经损失了近30万令吉 因此他提醒民众 一定要提高警惕 再三核实 不要轻信社交媒体上的资料或照片 八度空间 于楚恩 吉永坡报道 三核实